2022迎城隍文化节系列活动日前盛大开罗 议长何胜丰 县府民政处长吴彦霖 议员蔡孟儿 尤浩胡锐芳 竹山镇长陈东木 竹山镇民代表会主席林智学 以及竹山镇各界人士起居一堂 一同祝寿祈求疫情消散 献民安康 经济复苏 四境狠暗 场面庄严隆重 议长何胜丰表示 明德庙建庙已经191年 是主圣人起居中心之一 今天各界起居一堂 为城狂野祝寿 并祈求本县 以及主圣镇平安顺遂 无难无灾 疫情尽快消散 民众健康幸福 我们上的庙 可以说是我们的敌山 尤其是我们上野 是秦兄的一个上野公 尤其是在我们人主委 和各位我们委员 感受 兵度之下 与我们第三个上野 可以说 八千里对大家 尤其是六月十五 这个三千里 大家都会来参与 也要拜托 我们上海说 保护我们老园这三地 大家平安顺势 无人无知 这陣子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希望上海说 尤其是保护我们 大家身体健康 为本县宗教文化活动增设许多 欢迎全国民众到祖山体验城隍文化魅力 领德城隍庙主委林姓雄 竹山镇长陈东牧 也都同声邀请全国民众到竹山感受 前山第一城 城隍文化特色 品尝竹山小镇美食 以及温馨好人情 没有人有得到疫情 这是我觉得城隍文化 我们有的现情 也很重要的理由 希望大家有时间 就来这三年纪录 来拜城隍 城隍比喻有我们 一起平安城市大战区 盈城隍是我们竹山很大的一个盛事 我们希望说 喜欢这样子盈城隍活动的好朋友们 来自全国国地共襄圣集 记得在6月15号 共同来跟我们一起绕境 共同体验出 前山第一城的一个风华 妙方表示 活动从农历6月1号启动之后 各项庆祝活动 借力登场相当热闹 欢迎全国民众到竹山感受 前山第一城 城隍文化特色 品尝当地小吃美食 以及温馨好人情 记者三世纪竹山镇采访报道